哈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季舍满航的杜远龙兽 我是你们白,我是Izandra 我是你们的师傅,Simon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讲一个人性 就是人性的真相 这个真相呢,非常非常的真实 所以的话呢,大家请准备好你们的内心要够强大 讲到真相呢,我觉得现在又刚好是第一年的九云 20年以来,这个是第一年,然后差不多第一年要结束了 我们也是看到很多东西 对,而且很多真相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讲多一点真相 对,大家应该也是很想要知道更多的真相嘛,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们今天就要讲一个人性的真相 很肮脏,但是是真实的状况,OK 大家都会遇到的,所以大家准备好你的内心 准备好你的Tissue,准备好你的心脏,OK 我们马上要解锁人性的恶 其实我们去讲这个真相 不是说要去说破别人,或者去采别人,还是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们做这些影片给大家知道这个真相呢 就是给大家去aware 对,就是自我 自我什么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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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醒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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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什么 那个叫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 对 所以大家呢,你们懂了这个知识 你们会用这个知识去发现看到自己 真相 对,而且你们修行的时候也可以帮助到你们 那我们就要探索人性的罪恶 很假,很肮脏,很恐怖,OK 现在马上开始 OK,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进入正题 今天就要讲 鳄鱼的眼泪 之前我们讲过牛眼泪 对 那个不一样东西,那个完全不一样东西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人性的鳄就是鳄鱼的眼泪 什么叫鳄鱼的眼泪 你们知道鳄鱼是很假的吗? 鳄鱼要咬你的时候啊 它会假装在这个水里面沉着 然后等着你上钩 你以为什么东西都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动静 它突然间就是咬你 所以你们知道这个鳄鱼有多假吗? 鳄鱼的眼泪 对 有时候我在想 是不是鳄鱼会流泪? 鳄鱼就算它会流泪也是假的好吗? 还是鳄鱼的眼泪也可以用 不是 理解了哦,不是这样子哦 好,其实鳄鱼咧 很假的 它在岸上咧,在海上咧 它就会装着 鳄鱼没有在海上,在河 有,鳄鱼有在海上的 咸海 咸鳄鱼 有咩咸鱼 咸水鳄鱼 真的咧? OK继续 那种鳄鱼很凶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河的 对 这些鳄鱼咧,它们就是很假 对 它们就是当着好像木头这样 对 你也不知道它是火大 所以你要搭它那时候突然咬你的 你要过那个地方 然后你要搭上去 然后结果是鳄鱼 它就这样咬你 而且它一咬它就转 转 它一咬就转你完全连动啊 连跑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你们知道鳄鱼的眼泪 因为这个鳄鱼把这个人性发挥到淋漓尽致 你们知道有一个术语叫做鳄鱼的眼泪 就是在讲一种人 这种人是很恐怖的 其实它的内心是非常的阴险毒 很坏的 然后它很厉害擅长用它的眼泪去控制别人 OK 那怎样控制别人 你们知道 这个东西尤其是不管是女生或者男生 但是多数是在女生上面 那通常呢 他就是一个很邪恶 很阴险毒辣的人 然后呢 他会用这个眼泪啊 去变他要的结果 就比如说今天啊 他可能他的真相被人家破开 他做了坏事 然后被人家破坏 然后呢 他怎么样去变这个局面呢 就是全部人开始讨厌他 已经开始怀疑他 他就很快的拉动所有人 去流一下眼泪 讲成是别人的错 然后用这个眼泪搏同情 搏了同情 所有人都会向着他 然后变成那个真正讲真相的人是错的 对 是不是很恐怖 是不是很恐怖 有没有遇过 这个就好像那个鳄鱼啊 对 他躲在那边啊 假装他很坏的 然后呢 你要去看一下他到底活还是死 结果他就咬你一口 对 你就这样子咬你一口这样 所以这种人呢 他做了坏事也好 其实有很多用处啦 对 这个是其他一个 他做了坏事 然后他流泪 你去同情他 就像那个鳄鱼 他 这么拖在那里 对 你靠近他他就咬你一口 对 所以的话 你们看了很多这种人哦 是很 GIAN的 对 就是很GIAN就对了 为什么GIAN呢 就是因为啊 他们很厉害啊 他们知道啊 不管是 可能他在男生面前 他就流一个泪啊 然后这样子很酱 其实他真正来说是很假的 他的眼泪不是真虚眼泪 他只是用他的眼泪去骗 对 就是这样 对 我的 你可以买一个包给我 我就开心了 应该不是那个吧 应该不是那个吧 真的假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们大家去思考 对 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今天的话 我要分享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很好笑的一个东西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之前有在一个团队里面 然后团队我们就不要讲是哪一个团队 反正你们就不用猜 反正我很多团队 很多很多团队之前 所以 在一个团队里面呢 就有一个女生 她就是比较假的 然后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真相 然后就要帮助其他人 然后我们就要跟她讲 跟大家讲的时候 然后当时候呢 他们大家就觉得 哦 很像是这样子哦 很像是 因为之前根本都没有人讲 然后过后我们就讲了一些真相过后吧 然后啊 人家就会讲 很像真的 他是这样子 很像真的是这样子 当他们还在怀疑的时候 还没有一棍打死他的时候 还没有去找清楚原因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他的危机了 就是他的危机叻 然后呢 他就拉拢所有的人进一个房间 去流一个泪 然后呢 流泪过后啊 所有人出来 变成是我的错 所以叻 到最后叻 就是不欢而散 然后变成是我的错 然后呢 我的心态也只是想要就是帮助他们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未来的 然后过后叻 结果 反正我好人做坏事就对了 然后被人家摆到我还莫名其妙 为什么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明显 然后人家还可以愿意 哦 原来是因为他进房间哭了一下 流了一下眼泪 最厉害就是流一下眼泪 就把人家的脑就转换了 因为人家同情嘛 对不对 所以叻 我叻 是一个 你们知道我巫师嘛 对不对 我是巫师 所以我 我 不会 去 随便流眼泪 我唯一会流眼泪就是 跪在神台前面跟我的神忏悔的时候 或者是我 看见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就是 人性不好的真相 我会流眼泪 这个时候而已 所以呢 我的眼泪啊 通常我会很少在外面流眼泪 还有一种呢 就是那种 比如说啊 对 这个人他要欺负你 对 他要欺负你 对 然后你就发脾气 对 发了脾气呢 他就流泪 他就流泪啊 哭哭哭哭哭哭 人家要同情他 所以人家就觉得 白无尸以前才是坏人 人家就同情他 因为呢就是凶 因为我啊 我的人啊很直的 我的人是很直接 因为我是直来直往 而且我是巫师 我不会跟你 在那边虚伪啊 所以我要你好 我讲出来的话 我是知道我在做什么 然后呢 同情了 全部人就 被他影响到 因为他流泪了嘛 对 他伤心了嘛 对 结果呢 白无尸是以前才没有错 那个流泪的人 是错的 因为他欺负白无尸是以前人 但是全部人不信了 因为要同情了嘛 但是看回这个CCTV的时候呢 结果答案就在那边 是不是 对啊 所以很傻眼啊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 他们这个整个东西啊 就是很像 在后面 统里倒也不算 就是很阴险就对了 他们比那种小人还要更阴险 他就流泪 他是很擅长用他的流眼泪的 因为眼泪的话是他的武器 所以变成啊我们这种啊 有时候很多人讲啊 这种女生比较直的交不到朋友 有没有 所以很多那些女孩子 像我这样子直来直往的话 就没有什么人家会喜欢 因为我们很像 比较冲啊 所以我们看到有东西 哎你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做比如说我啦 巫师来说 我们是一定要讲真相啊 所以如果我没有讲真相 我觉得我会被宇宙惩罚 或者是被生命惩罚 因为我已经看到这个错了 我不要帮哦 对不对 所以变成反而叻 就是变成我是那个受害者 但是有时候啊 我很生气的 我在想为什么我当下 为什么挤不出眼泪 我真的是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人啊 我是会很感性的 但是我感性有一个多 就是我不会 随随便便啊 一下下 变眼泪出来 我不能 我不能够这样子 我唯一啊 会流眼泪啊 大家认识我的人哦 真实在我的私底下 认识我的人 他们就懂了 我什么东西会流眼泪呢 就是很像可能不公平啊 或者是什么 看见那些人做坏事啊 或者是我忏悔啊 然后跟我的生命讲话 讲传佛法的时候 遇到什么事情啊 我才会流泪在我的神台面前 通常是这样子 然后我都默默流泪 然后你真正要我讲出来流泪的东西 我真的讲不出来 而且我真的哭不出来 因为我的流泪是关起来 我觉得 为什么啊 我觉得很厉害 为什么这些人可以 鳄鱼的眼泪 然后每天可以流泪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算感性吧 这个东西是 为什么会一直这样子流泪 其实他们已经习惯了 因为他从小小就知道 他一流泪就可以得到太阳了 对 所以他就用这个来去控制别人的情绪 没有 但是重点是我不明白一个东西 就是为什么他是阴险毒辣的人 他流的眼泪人家会相信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点 所以为什么不管他做错什么事情都好啊 他只要一流泪 一拿到人家同情人家就会扭转局面 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 这个就好像那种韩国连戏剧 一直流泪啊 虽然他是拍戏演戏 但是他的泪不是整个 但是大家在看的时候 就很伤心啊 这就是那个效果 所以的话这个东西 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 你记得新加坡之前有一个案件 所以那个案件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个网红 是网红吗 那个网红 然后被一个小人就是去弄 然后呢结果呢 因为他一直骚扰他 然后这个网红呢 他就去告他 然后结果告他 那个人被揭发了 又流泪啊又什么 然后去自杀 然后呢 拨到所有人的同情 然后全部人去骂那个 被欺负的人 被欺负的网红 这个是我觉得很傻眼的东西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太浪 所以这个人死了还是 可是他做错事 他就算他的死 也是给人家同情啊 你觉得他是真正被逼到走 他就是要让那个人不好过 懂吗 所以那个网红就很奇怪 就认栽啊 莫名其妙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我的错呢 我被你骚扰 我忍无可忍 我去告你 然后你这样子做一下 然后全部人反过来骂我 这个哪里有公平 所以你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邪恶 这种东西可以让到人一念之间就转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控制人 这个就是控制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教练 对 这个教练呢 他这个团队里面有几个教练 对 然后他们有一个law的就是说 你叫你的这个运动员啊 对 要在这个工会里面的不可以拉外面的人进来 对 但是他就看到这个其他的教练一起 拉外面的人进来这个工会去比赛 去训练这个运动员 对 然后这个看到不公平就去 申诉啊 去讲complain 去投诉 对 投诉了结果那个被去投诉的呢 就被提出这个工会了 投诉很不公平 其实他们全部开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吗 但是那个规矩那个law在那边说不可以 但是他们去做 然后你看到这些不好的东西 你要去把它破出来或者讲出来 反而讲出来了呢 是错的呢 对啊 所以你们想一下 这么这个世界啊 越来越黑暗的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不公正 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些都是不公平对待 所以你们有看到啊 现在很多人啊 已经不要讲真相了 只有我们在那种坚持讲真相的人啊 就是被打枪 第一个被打枪的人 所以没有办法啊 但是这个东西 你们这样的做的话 是有因果的哦 怎么会选择那一边呢 然后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那些人会因为同情 去转掉所有的局面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真正的真相呢 还是为什么你们会去到 帮到坏的那一方 还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坏 然后人家愿意帮坏的还是怎样 我这个到现在还没有明白 这应该是有利益的问题 对 对吗 哦对 那个团队里面是有利益问题 可能有利益啊 或者可能我帮了你 对 就比如说啦 有一间庙跟另外一间庙 然后你架在中间 这两间庙在干着的时候 对 你架在中间啊 然后你就变那个错的人 对啊 就是他们两间庙的问题 对啊 然后呢 因为他们对方有利益 所以他们不要 不要拆穿啊 然后结果那个最可怜 莫名其妙就被打啊 就这样子啊 没关系啊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黑暗了 刚才讲了啦 这个东西 哈哈哈哈 OK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东西也是那个团队的东西 讲回去 也是有这种问题 就是这样子 所以到最后呢 我们也是被摆了一个乌龙 然后也弄到我们被很多事情啊 网爆啊之类都有 随便啦 就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的话用我的故事来教大家 这个鳄鱼的眼泪 大家不要相信 就是不是不要相信 就有时候啊 你要讲真相 或者是做讲话很直 的时候啊 要先删斥一下 因为你好不一定人家好的 所以今天不要再讲 因为讲了一下哦 心跳有点加快 我也相信啦 你们看了这个影片 会想起来 身边也是有这样的人 对 所以这种人呢 其实他们很饿的 心里很黑 不是肚子饿 是饿 饿魔的饿 OK 所以的话哦 我就跟你们讲啊 今天为什么啊 我跟你们讲 要准备好你们的心脏 因为啊 就算我在讲的时候啊 因为这件事情是真实 真正发生在我身上 不公平 所以当然我们没有要讲谁 但是 我就用我的故事 来分享给大家 但是我心脏还会 因为到现在啊 我还没有拿到我的公正 这些都是一些修行的 对考验 考验啊 还有这个修行的路程 要过的 不然如果没有过这一关 没有看到 没有成长 不知道这些真相 对 对不对 所以也感谢天有这种机会去 去过这些路 对 然后的话我相信一句话就是 就是我师父 哪有不平哪有我 就是技工啦 技工讲哪里有不公平 哪里就有他 所以的话呢 我们相信宇宙跟神明会安排 他们自己会安排公正给我们 不需要去强求 所以就是做好自己就好了 然后做好自己的功德福报 佛光普照 那些外面的这些恶魔鬼怪啊 就让神明自己去安排 宇宙自己去安排 不用理他们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里咯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什么想要看的吗 都在下面留言咯 而且你们是不是还有很多 听了甚至有很多想法咧 写下来 ok 所以咯 如果你们喜欢的影片 不要忘记我们基神马上 对阿龙说 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咯 拜拜